韩国艺人朴有天的弟弟朴有焕 今年5月被前女友告上首二家庭法院 对方以两人曾存在适时婚姻为由 向朴有焕提出了索赔 朴有焕的经纪公司今天对此事回应称 这场官司是民事诉讼 会通过法院判决分清是非 因为是艺人的私事 经纪公司不便干涉过多 只能尽力确保艺人的名誉不被谣言杀害 根据韩国相关法律 没有正式登记 但未婚男女双方以共同生活为目的的长期同居 即视为适时婚姻 年金法和保险关系法上 适时婚姻对象有着与法定婚姻对象相同的权利 对于两人共同生活的住宅也拥有所有权 赔有焕在2010年作为演员出道 其这位这组合成员裴友天弟弟的身份 让他一出道就受到了多方关注